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湾区自业站 今天说明来翠湖苑 我记得两年前我们也受过朋友的求助 当时我们来到这边 帮他跟进装修 因为他找不到装修公司 那装修就丢空了 要找不帮手跟进 我们帮他跟进了之后 其后装修好了 也入住了 我也有上去吃到入火酒 两年后的今天 想不到我又来到这边 因为这边有一个跟他差不多的个案 之前已经收了钱帮他做装修 但到今时今日 过了疫情之后 仍然是这样的景况 那究竟是怎样呢 不如我们一起进来看看 进来其实本身有鞋柜 也没有装修 业主已经交钱 这装一个电制或装修公司 也没有做到 还有装修公司有来过的 但是他堆了一些沙 其他也在这间房间 什么都没有做过 包括有些电制位 也是业主想加的 但是又没有加到的 我们看到这间房 基本上是没处理过的 连地下的地砖都没铺 只是拿了些沙进来 而厅那里他就做了铺砖 所以这里铺了一块绿色的胶墊 因为他就铺砖了砖 但是我们看到厅的墙身 其实他就批了一层灰 但其实批灰要三层 再加三层油 但是这里只批了一层灰之后 就放下了在这里 就没有利益了 还有业主本身是打算封窗的 亦都加了钱封窗 但是装修公司就帮他打了它 打了个门之后 这里就没有封窗 亦都是网 其实应该要包住 装修的时候 它亦都在这里烂了 就没有再处理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严重 我们觉得真的离谱一点的位置 其实这条管不够长 本身应该是用水管去薄的 他现在用矿泉水瓶剪了圆圈 就黏了下来 这个透明 就是我们平时喝水的胶瓶 胡运过关就穿过来 就当是一个水管 其实这个真的很离谱 所以现在这房子 真是真空状态 你看到这里 无论日晒雨淋风吹雨打 尤其是七八月 真的打风落雨 这里就真的有机会浸水 其实整个客厅和饭厅 它搬了一些材料 就堆车在这里了 而随房本身装修公司 就说跟他做厨柜 亦都包了三件套 但现在没有说厨柜三件套 连长砖和地板砖都暂时没做到的 但已经收到业主的钱了 而这边阳台亦都是 这边阳台亦是砖没有铺 但是整了些砖在这里 而且它没有处理到 其实它的砖是会塞了一条管 它放了一些砖层 完全没有理由 到其实塞了阳台管 到时业主日是要去通过 整理一下 其实也是有点麻烦 而洗手间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开始做了防水层 但是这一只 刚才也问过装修专业的人 都是比较普通的防水层 还有那条管 现在新造的 我们一般将这条水管 就收起墙身 但是它还在地上 大家好 这里的Ken 就补充一下 这个单位的业主 23年9月找我们帮忙 当时我联络了这间装修公司 我最信任的一位工程监理 叫他帮忙跟好装修 可惜他那时已经来职了 而且当时业主 已经发了一封律师信 去告这间公司 所以这位监理叫我们等下 结果等了7个月后的今天 工程仍然停在 拍摄完这个单位之后 我和说明都亲身去见了前监理 问他有什么可以帮到手 结果综合一句说话 都是资金链暂时断了 无法启动工程 由于对方都略有保留 而且已经是离职了 所以我也不可以得到 什么实际的帮助 据我所知 翠回苑这个绝对不是单一个案例 当中其实还有其他的辅助 在这里很想借这个案例提出3点 给大家日后参考或者借镜 第一点就是装修费用 你千万不要一次负清 行内的规矩是分期付钱的 你付完订金之后通常分4期 按这个进度验收 你觉得OK才付钱的 这样你就可以确保 验收结果是符合工程合同 你才付钱的 第二点就不要相信有指定的装修公司 以免墮入了这个捆绑式销售 翠胡远 不是只是发展商世榮 否定有指定装修公司 就连装修方的 司工总负责人 邵珊 曾经都亲口跟我说 是没有指定装修公司的 第三点就是收楼之后 无论你是无披防 或是精装 你一定要先进行验楼 确保了没有结构性问题 你才能开展你的装修 因为当装修好之后 你才发现有结构性问题 或是动门花了 那责任就很难理清 是装修公司 或是发展商身上 另外 还有你在装修之前 装修公司未包在大门 或是房门之前 你记得自己帮动门 拍完影片 因为装修过程中 物料的出入门 是最容易撞伤的了 你拍了影片 对自己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保障来的 很希望以上的资料 可以帮到大家 那今集到这里又差不多了 下集见 拜拜